大家好,土工中国 那绝对是天下大乱 有些个人活不下去了 每天都发生一些很邪乎的事情 昨天我们跟大家弄了几件邪乎的事情 很多人还挺爱看的 今天我们再跟大家弄几件邪乎的事情 吓死本宝 第一件事情是山东 又是青岛 青岛这边前一段时间发生了一个女的开怒虎 给一个退伍军人扇了几耳光 导致大量的几万名退伍军人去青岛 去搞事 引起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警惕 说当地的公安局局长是彭丽媛家的一个远方亲戚 完了以后就一手遮天 最后这个事他也不了了之 那肯定是有人的 山东这边是因为彭丽媛的关系 这些年很多人也是坐火箭上山升官 真是宜人得道 鸡犬升天 今儿个山东青岛又发生了一个特别的邪乎 特别的惨烈的事情 有一哥们儿开着一个搅拌机 水泥搅拌机 在青岛的大街上故意一怒狂飙 装人装车 装周边的建筑物 装的是真是山河变色 惨不忍睹 搅拌机这个东西我是非常害怕的 因为他一边走运工作 里面有巨多的水泥在里面不断的搅和 然后拖到工地去用 所以我开车有几个神秘的 也不叫神秘 有几个铁定的安全原则 其中排第一的就是什么 永远不要跟在搅拌机的周边开车 如果你的旁边出现一个搅拌机 我一般我都这么干的 我就把他停在那边 我让他走 要么你如果街道比较宽阔 路上没什么车 你就一脚一门蹭着一下 你就就就远离他 千万不要跟他并行 也不要在他的前面 也不要在他的后面 也不要在他的侧 也不要在他的侧面 真的不能够搞大 这些个家伙啊 这个车非常的危险 经常我以前都看见过 搅拌机突然翻车 然后把身边的几个汽车 直接就压扁了 里面的人就就嗝了 有一年我在北京的你知道什么地方吗 大王雾那个地方 潘石一的那个那个现代城 就那个前面 高架桥的下面一个一个搅拌机 开的很慢 不知道为什么 就一下子就就就就就就就翻车了 旁边好几辆这个车 还有宝马奔驰的 直接就压扁了 就你扶不扶 所以这是安全的第一原则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 他没想到这个 在土工中国出现这样的事情 搅拌机那开车杀人一怒撞过去 你知道有多少人会死于非兵吗 那威威力有多大呀 所以他们讲说这个看到这个新闻以后 有些人说台湾曾经有这么一刷吧 说台湾如果面对土工中国的这个侵略的话 有一办法啊 就是用他们的轰炸机 完了以后往这个福建 往浙江 往上海 往这个广东 往海南这边呢 就空投这个武器 空投子弹 空投枪 空投手榴弹 就这些东西都被老百姓捡到了呗 老百姓拿着这些东西就直接跟共产党去干了呗 是不是 根本就没必要 真的没必要 共产党统治下的屁民 如果说真的有一天活不下去 他绝对会想各种折 多少车啊 大货车 是不是 搅拌车 是不是 然后还有推土机 都是杀人的好武器啊 他们说这一回事情闹大了 搅拌机故意杀人 说这个彭丽媛他们家有一个远方亲戚 被当场撞死了 也是一个官员在路上开着车被撞死了 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的啊 我们希望是真的 说现场听见有人高喊 共产党不让我活了 我要与习近平同归于尽 习近平又不在倾倒 什么你与习近平同归于尽 你与彭丽媛同归于尽 这不扯淡吗 是不是 这就是很邪乎的事情 说因为你在路上撞的话 你最多也觉得撞死彭丽媛的一个远方亲戚 说不定彭丽媛都不认识 是不是 你只不过是传出这样的消息 自己一引一下 要么你就直接撞死彭丽媛 把他撞死西包子 这真的很邪乎 所以我有那邪乎事情之一啊 说第二个邪乎事情是什么呢 就是西包子最关心的919的大飞机 从石家庄飞哪 飞成都还是什么的 突然飞机刚起飞 还在机场上空 没几秒钟 刚刚升空 光击一下猫烟 是不是 起火了 赶紧又幸亏是搞得早 赶紧又回来了 又现场的土工中国的韭菜 吓得是屁股尿流 我就搞不清楚 我真是我现在真是出国太久了 其实也没多久啊 也就不到十年 怎么就中国的老百姓这么容易被骗呢 哎呀 共产党中国的这个大飞机 国产大飞机你也敢坐啊 但是我一想 我觉得我又在装外宾呢 又在这个什么扬金崩是不是 你想想土工中国生产的那些个 那些个所谓的电动车 你也敢买 没少出现电动车起火的事情 我说过无数次 什么时候特斯拉的电动车 如果有一次起火烧死人了 特斯拉立马就破产 土工中国是个很邪乎的国家 这么多电动车起火 这么多人烧死 电动车的生意一样的热火朝天 你土工中国的韭菜都蠢到什么程度啊 有人拍到一个什么 一个视频 说这个小米的电动车的老板 叫什么雷军嘛 开着一个四五百万的法拉尼 在这个北京的街头被人拍到了 是不是 这个东西你要是发生在美国的话 发生在任何一个 这个比如发生在马斯克的身上 这个事又立刻导致 特斯拉的股价狂跌 为什么呀 因为你做一个电动车的老板 你出行 你居然开的是法拉尼 不是开的特斯拉 不是开的自己的产品 你不是搞笑吗 你不是扯淡吗 你不是忽悠人吗 所以你会看马斯克在任何时候 他做的都是他的电动车 就是那个最顶级的 特斯拉的这个X 那个SUV 他从来 你从来没有看见 我马斯克做别的车 所以土工中国真的是个邪乎的国家 我都观察的你不错吧 你仔细想想 国产大飞机居然有人敢坐 真的是邪了 我门了都 第三个这个邪乎的新闻 我觉得也特别邪乎 说什么呢 说这个牛零 有一脑头子 都75岁了 又脑子都不行了 那个一看有照片啊 有视频 75岁的脑人哪还有什么力气啊 就这个脑头 穷拉拉机的 拿了拖了一把菜刀 直接冲到一个狗官的家里 还是个处 是个副处长说是 直接把这个狗官一家里的几个 剩下的几个人全部给搞死了 说狗官在家 说这个狗官的两个孩子 还有狗官的保姆 还有他的老娘 全部搞死了 幸亏这个狗官的老婆不在家 结果没事 就他一个人活下来 其他几个人都割了 所以邪乎的地方在哪里呢 为什么这么一个75岁的 这么一个老汉居然如此牛逼呢 是不是 你们去网上找找资料 我就不跟你们搞 反正我这里也是播放视频的 因为版权的原因 这是很邪乎的一件事情 你觉得邪乎在什么地方吗 就是共产党的那些狗官啊 那些个军人啊 那些个公安的人啊 什么城管其实都是一些个扯淡的 都是一些个纸老虎 他有的时候欺负老百姓 欺负的不要不要的 那都是因为老百姓太老实了 老百姓太傻了 太笨了 但是一旦有一个老百姓 有一个韭菜 他老子不跟你玩了 我不活了 是不是 我跟你同归于尽 他立马就变得是力大无比 是不是 武功盖世 你说是不是 一个75岁的老头子怎么就能够一算他家里有五口人孩子就不算了啊 至少有三个成年人 你三个成年男的干不过一个老头子吗 那不可能的 那这个狗官据说才40多岁 就是这帮孙子平时都是养尊处优 这都是一群胆小如鼠的货子 所以中国的事情呢 你老百姓你不要怕 你如果跟他要干 你绝对是胜利在你的这一方 所以我就说人哪 这辈子 中国人最大的问题 昨天我看有一朋友说的啊 他就说中国人最大的问题就是 共产党通过多年的不断的洗脑 不断的控制 把你的心灵身处的某一个器官给控制之了 所以每一个从中国出来的人 或者没出来的人 都有一个挥之不去的性格 就是害怕 特别怕 就像我做视频 我天天骂共产党骂细胞嘴 那有些人真是啪得要死 他看都不敢看 是不是 他看见我这么一天都嘛 活说八道满口跑风 他觉得我是不是疯了都 你还想不想混呢 是不是 你不担心共产党把你灭了吗 一旦你有这种恐惧心 你猪狗不如 你真的还不如一只蚂蚁 蚂蚁他们饿了以后 他还搬家呢 谢谢